在激动医院爱乐志工吕朱继老师弹奏下 悠扬的钢琴声回荡在医院中庭抚慰病患 陪伴家属以及医护人员的心灵 这是北一盟荣誉理事长立委蔡世音 特地牵线社团法人 台湾台北医疗联盟协会简称北一盟 特地制赠这台价值大约16万5000元 全新的时尚数位三角钢琴 太旧换新原本中庭的一台老旧钢琴 给激动医院专用 那抚慰心灵不大可能在座的医生好朋友 每个人都会在病人来之前 先弹一首钢琴给他听 我大概也没有那个时间 所以透过我们这样一个好的中庭广场 散发出悠扬的音乐声 我相信对于许多病人来讲 他可以安抚他心中紧张的情绪 甚至坐在这边心情放轻松 身体就会更健康 所以这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台北医疗联盟在几个大型的医院 有自证电钢琴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担任台北医疗联盟的荣誉理事长 那说实话我这个荣誉理事长 都是文文赵宗杰赵理事长 也祝福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 那我想对我们来讲 过去这几年 担任立法委员帮忙协助 我们的布立基隆医院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情 尤其是布立基隆医院跟北隆的签署的 这样的整个战略合作的方案 让基隆的市民 未来在看病的过程当中 有更好的一个延伸性服务 也让基隆市民这个医疗的部分 比起六都就不遑多浪 所以我非常高兴也感谢林院长 而且那钢琴也就旧了啦 所以委员就很有心啦 就说我们基隆的市民要听最新的 所以就请我 因为他忙嘛 就请我换一台新的 所以这下是最新的钢琴 卫福部基隆医院中庭 是许多病患和家属散步休息的地点 没有疫情前或是疫情趋缓时 偶尔有钢琴以及萨克斯风等音乐演奏 抚慰大家的心情和心灵 原本有一台老旧钢琴已经不堪使用 因此获证新钢琴 也受到基隆医院卫福部方面 以及国策顾问纪庆安公主委等人的肯定和感谢 我在几个研究的这个intervention里面 音乐治疗这个music therapy 可以让我们的所谓的焦虑 忧郁 疼痛 心律 血压 甚至对癌症 有所谓的这个减缓或是改善的 这样一个这个效果 那也非常感谢赵博士 对我们部署医院情有独钟 一直在支持我们全国的一个部立医院 那乃至于说今天 这个有这么棒的钢琴 刚才林院长已经提到 这个在我们临床的治疗上 在一般的一个治疗到一个极限以后 它就是需要音乐方面来照顾我们的身心灵 它让人温暖我们的凡价 提到这个应该好一块 我刚才只能说过 看众医生会好一块 现在这样的应该好一块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功能之后 激动市议员何淑萍更是应邀 亲自出席这个有意义的捐赠活动 参加捐赠检采 关心病患力挺医护人员 院方希望透过跳跃的音符 用温暖的乐音打破传统白色巨塔 给人高冷的印象 抚慰人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